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陆教授神经科诊所院长陆轻松 今天要来跟各位聊聊 帕金氏病的健康管理要有五四三的观念 不是什么五四三 五个正念 五个正念 四个策略 四个正念 四个正念 还有三个期待 三个Lucky Seven 帕金氏病程管理的五个正念 正确观念 包括正确的诊断 正确的治疗 有效的运动 良好的睡眠 以及均衡的饮食 首先要有正确的诊断 才能得到正确的治疗 有效的运动可以提升三成的药效 要有良好的睡眠 还有助于清除脑部不正常蛋白质的堆积 再加上饮食来维持身体机能的正常 那四个策略 在正确诊断 帕金氏病之后 掌握最佳治疗时机 医病人的病程与症状 从个人化精准医学的角度 针对合适的病人 投以适合的药物 让病人可以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三个期待 所谓三个Lucky7 有了五个正念 病人及家属才有意愿遵循医师的医嘱 配合执行四策略的治疗方针 最终可以达到三个Lucky7的期待目标 七年的黄金蜜月期 七年的磁细工作期 七年有品质生活的退休期 以上帕金生病健康管理的新观念 五四三 五正念 四策略 三期待 希望带给病友及家属 享受更美好的家庭生活 Enjoy your life 二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三期待 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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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 四季 三季 三季